HELLO 大家好我是Air 沒想到在小道消息的影片上完隔天 官方直接公布Rush 2全部的卡架 小道消息錯了兩張 真是不好意思小弟盡力了 不過值得高興的是 終於有色違的卡架啦 而且直接是裂空座 SEGA真的太有誠意了啦 這張色違的裂空座的圖面 不是比賽的卡片也不是活動的卡片 是日本第五彈真的就有這個圖面 這時候不得不說一下日版的好 日版的卡架是機台印製的 不像台版是貼貼紙在卡架上面 所以比較沒有卡序的問題 那也因為是機台印製的 寶可夢都是隨機的 日版除了正常色的寶可夢 有部分寶可夢是有機率性的 可以捕獲到色違版本 所以在日版裡面 除了可以抓五星聖獸的樂趣之外 還有抓色違的樂趣 而且感覺色違會比五星卡還要稀有 當然色違加上五星卡呢 就更不用說了 這次的色違裂空座呢 五星卡加上色違 直接滿足各位玩家啊 太讚了 那回歸一下正題 這支影片呢 主要是想提供一些Rush 2的 五星卡攻略分享給大家 所以看到這邊還沒有訂閱的觀眾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那本頻道呢會不定時的分享一些 模型車啊 夾娃娃或是 卡歐雷相關的影片 那本蛋的紫卡加上 Lucky卡呢 總共有13張五星卡 比Rush 1多了一張 所以往後呢 在機台裡面看到五星卡的機會呢 又高了一些 上一集有說到 寶可夢 卡歐雷呢 是越出越強 當然系統上呢也是 所以優先的會是以W招 衝鋒連擊 利招 超進化 再到一般招 那因為這蛋15張五星卡呢 有9張被岩石跟冰屬性克 所以社團很多人直接推薦 中岩狼人跟艷白 或是暗黑球雷姆五星卡 那我想我今天就來走個平民路線 老實說有打過機台的人都知道 只要屬性有克到 基本上四星就可以打贏 攻擊按得好 甚至三星呢 就有機會打死 這邊呢我會優先以R1傳4的四星卡為主 當然如果R2才準備入坑的保友 我也會盡量整理出R2可以克屬的寶可夢 廢話不多說 直接看到第一張五星子卡 洛奇亞 超能力系加上飛行系 克屬的屬性有 岩石系、電系、冰系、幽靈系跟惡系 那礙於冰系、幽靈系、惡系的寶可夢 卡匣比較少 這邊呢我是以岩石系及電系為主 推薦的卡片有R1的皮卡丘 雷伊布 那傳4的利招班吉拉斯 那W招呢幾乎都是五星卡才會有的 所以就以衝鋒連擊或是利招為主 基本上岩石系的利招比較靠近的就是班吉拉斯了 從崔塔到嘎歐雷就是我卡車必帶的卡匣 我個人認為呢不一定要五星中岩狼人 而且社團開始有人講之後價格慢慢的上來 認認覺得傳4的班吉拉斯就很夠用了 如果你在等R2蛋的話呢 有在7打到傳2的卡 傳2的四星、赤焰咆哮虎或是橘色速消或是耿鬼呢 也都是可以拍上用場的 那如果你是R1呢才加入的保友 那所要推薦的就是利招的皮卡丘了 然後再來就是雷伊布搭配火伊布或水伊布的衝鋒連擊 那假如你是R2蛋才剛要加入的保友 這邊推薦4星的利招、超假狂吸及4星超進化的耿鬼 不過這邊利招的超假狂吸呢速度偏慢 那應該是頂得住被打一下 那Lucky卡的利招皮卡丘及露奈亞拉也是可以將就用一下 因為Lucky卡的皮卡丘利招放完 普通招配的是電王 威力只有55、命中率95 遠遠不及R1皮卡丘的10萬福特 再來第二章五星鳳王 炎系加上飛行系 那因為三聖鳥的火焰鳥也是這兩個屬性 所以就一併說明了 克屬的屬性有炎石系、電系、地面系、水系 那基本上炎石系是雙克屬 所以優先推薦依然是傳世的班吉拉斯 R1的話呢 則會推薦雷伊布跟水伊布的衝鋒連擊 那兩隻都有克屬 那還有利招的皮卡丘 R2的話呢 一樣是四星利招的超假狂吸 還有Lucky卡利招的皮卡丘 接下來五星三聖鳥、極動鳥呢 冰系加上飛行系 克屬的屬性有 炎石系、電系、鋼系跟炎系 那一樣延時性雙克屬 所以依舊是傳世的班吉拉斯 那R1的話呢 會推薦雷伊布跟火伊布的衝鋒連擊 那兩隻都有克屬 那一樣是利招的皮卡丘 那這邊還可以用一張利招的爆焰龜獸 R2的話呢 一樣四星利招的超假狂吸 那Lucky卡利招的皮卡丘 三聖鳥的最後一隻閃電鳥 電系加上飛行系 克屬的屬性有炎石系、冰系跟地面系 有炎石系的話 所以還是傳世的班吉拉斯 地面系的話可以參考可以超進化的烈亞露莎 也是傳世的 R1的話可以使用尼多厚 搭配尼多網的衝鋒連擊 那R2的部分四星利招的超假狂吸 再來呢是黑白龍的萊希拉姆 炎系加上龍系 克屬的屬性有炎石系、地面系、水系、龍系跟妖精系 那這邊一樣是傳世的班吉拉斯 地面系一樣是傳世可以超進化的烈亞露莎 或是聚早怪 那R1的話呢 可以使用水伊布搭配其他兩隻伊布的衝鋒連擊 那也可以使用利招的爆飛龍 只是爆飛龍也會被白龍克 因為龍克龍 那R2的部分呢 可以用利招的帳尾臉甲龍 或是四星利招的超假狂吸 當然聚早怪搭配另外兩隻的衝鋒連擊也是ok的 那黑龍捷克羅姆呢 電系加上龍系 克屬的屬性有地面系、兵系、龍系跟妖精系 這邊可以使用傳世超進化的烈亞露莎 那如果沒有傳世超進化的聚早怪也是ok的 那R1的話呢 是利招的爆飛龍 或是尼多厚與尼多王的衝鋒連擊 R2的話呢 一樣是利招的帳尾臉甲龍 或是聚早怪搭配另外兩隻的衝鋒連擊 那再來就是色尾的裂空座了 龍系加上飛行系 克屬的屬性有岩石系、電系、兵系、龍系跟妖精系 那我們傳世的班吉拉斯又派上用場了 那R1的話呢 可以使用雷伊布搭配其他兩隻伊布的衝鋒連擊 或是有利招的爆飛龍跟皮卡丘 那R2的話 利招的帳尾、靈甲龍或超甲狂吸也是ok的 那Lucky卡的利招、皮卡丘 那來到我們的異獸、鐵火灰葉 鋼系加上飛行系 那克屬的屬性有電系、地面系跟岩系 那這邊推薦的有R1的雷伊布搭配火伊布的衝鋒連擊 以及R1利招、皮卡丘或是爆焰龜獸 那R2的話呢 可以使用火焰姬跟聚早怪的衝鋒連擊 還有Lucky卡、利招的皮卡丘 紫卡五星的最後一張異獸、紫玉劍 草系加上鋼系 那克屬的屬性有岩系、格鬥系、飛行系、毒系跟蟲系 那因為岩系有4倍的克屬 這邊優先推薦的是R1利招的爆焰龜獸 那再來才是傳世的路卡丘歐 那R2的話也可以使用火焰姬跟蜥蜴網的衝鋒連擊 那再來是復刻五星Lucky卡、波爾、凱尼恩 水系加上岩系、奇怪的雙屬性 所以很多可以克屬的反而會被另外一個屬性克 那這邊推薦克屬的屬性是電系 那當然岩石系、地面系、草系也是OK的 傳世的班吉拉斯、R1的皮卡丘又可以拍上用場了 那R2的部分呢 可以使用蜥蜴網跟聚早怪的衝鋒連擊 還有Lucky卡、利招的皮卡丘 那復刻五星Lucky卡、耐克洛茲馬呢 超能力系、克屬的屬性有蟲系、幽靈系跟惡系 那礙於R1跟傳世的四星卡都沒有這些屬性的寶可夢 那可以使用R1Lucky卡迷你Q 或是最近在7打卡大部分都是補傳二彈的 那傳二的利招、刺驗咆哮舞或是橘色速消也都可以使用 R2的話呢可以用月亮一部跟太陽一部的衝鋒連擊 那超進化的梗鬼也是可以的 最後一張復刻五星Lucky卡、球雷姆 冰系加上龍系 那克屬的屬性有岩石系、鋼系、岩系、閻系、格鬥系跟妖精系 這邊可以使用傳世的利招、班吉拉斯或是路卡利歐 R1的部分呢可以用利招的暴焰龜獸 R2的話呢利招的超假狂吸 當然凱羅斯跟克拉克羅斯的衝鋒連擊應該也是ok的 總結一下 其實R2但基本上就是帶著傳世的班吉拉斯 R1的皮卡丘、暴焰龜獸、暴飛龍跟雷一部、火一部、水一部 應該就可以打了12隻了 那就耐克洛茲馬比較麻煩一點啦 那倘若你有傳二的赤焰、咆哮虎或是橘色速消的話 就會比較好打一點 那當然以上都是比較平民的打法啦 那如果你有R1彈的W招寶可夢 基本上都可以直接暴力碾壓啦 W招、佩麗招應該都是穩的 那假如你都沒有上述這些寶可夢也沒關係 剛剛有把克屬的屬性分析給大家知道了 所以大家只需要依照各個克屬去安排自己手上有的寶可夢 基本上應該都可以打下 一切的重點還是攻擊輪盤要按的高 防禦閃避要適時的按 那至於能不能捕獲呢 還是得看系統給不給臉 願不願意給你啊 那很感謝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把這支影片看完 那剛剛有提到R1的三支一部呢 在R2裡面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呢 Air這邊要拿出這三支一部出來抽獎給大家 那只要在下方留言 你R2蛋裡面最喜歡哪一支寶可夢 然後呢 這支影片 到達100個讚的時候呢 Air就會把這三支抽出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一樣老話一句 打五星卡不一定要靠五星 預祝大家都可以收到自己喜歡的卡片 希望我的影片別忘了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